青花椒牛肉麵 感覺真的是請主廚來調整他的口味做出來的耶 鮭魚食手鍋 他的答案很厲害耶 椒糖硬式布丁 榨切打甘落球 有些甘落其實已經溢出來了耶 哇哦 貝心果卡士達可鬆麵包 卡士達醬滿多的耶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那女生Kiki 歡迎收看今天叫Kiki 新品吃什麼 今天又來到了好市多啦 來看最近有什麼好吃的可以跟大家分享吧 好了 今天影片開始之前 也就是要幫我吃下面一個讚 還沒訂閱我的朋友訂閱一下喔 好了嗎 那我們就出發囉 GoGo 買完出來啦 那我們就回工作室開箱吧 走 好的 回到工作室啦 那這一次總共買了4500元左右 就一起來開箱吃吃看吧 首先要來開箱的是 這是開心果卡士達可鬆麵包 一盒是249元 裡面總共有6個換算下來的話 一個大概41塊錢 它每一個都非常大塊 巨無霸可鬆的感覺 喔 卡士達醬蠻多的耶 開心果跟原本的卡士達醬味道 大概各一半 奶奶的開心果 但通常開心果好像不會特地搭配這種 比較奶的味道耶 所以就是有一種很新奇的感覺 嗯? 以往他們做的卡士達口味通常都比較甜一點 可能他們會搭配巧克力啊草莓啊或是香草 甜度大概都會接近8分到8.5分之間 但我覺得它做成開心果口味之後 甜度大概6分到6.5分之間 算是一個比較清爽的麵包 需要習慣 它是一個以往沒有出現過的一個口味 可鬆麵包的部分呢 麵包本身濕潤度夠 所以吃起來不會乾乾的 整體來說口感是好的 就看你自己本身有沒有喜歡吃開心果 好的大家評分了 我會給這個開心果卡士達可鬆麵包 7.5分 蠻酷的一個新嘗試的感覺 這樣子之後會不會有 腰果卡士達可鬆麵包 還有什麼杏仁果卡士達可鬆麵包 不然你就出一下杏仁果啊 我吃杏仁果就落牙了 這是不是要造福想要吃一些瓜子類 但是可能牙口不太好的人 就可以嘗到瓜子的味道 對啊 還不錯 下一個要來吃的是青花椒牛肉麵 一份是372元 這肉片看起來也太好吃了吧 我覺得它應該是他們賣的牛小排耶 另外還有青菜、蔥花跟辣椒 青花椒油的話是最後自己加的對不對 對對對 那就是大家想要看自己吃什麼樣的濃度 就可以自己決定 然後它其實蠻大一碗的 因為還有剩下這邊的湯 哦 然後它的麵也蠻大的 所以其實我是可以分兩碗 它這個麵以牛肉麵來說 算是偏細一點點的 可是它是有厚度的哦 麵我覺得它介於一般的細麵跟烏龍麵的口感之間 說Q沒有一般烏龍麵那麼Q 但是你要說它像一般的細麵口感 你會覺得它比細麵再Q一點 你這口感蠻不錯的耶 而且它是有一點厚度 我覺得咬起來很不錯 來吃這個肉片 牛肉吸飽湯汁之後 嚼著嚼著 青花椒的香味飄出來耶 而且它青花椒是很香 幾乎沒有辣 我原本想說它的辣椒看起來很嚇人的樣子 但其實實際上吃起來 小辣再多一點點 沒有到很可怕的辣度 湯其實有點像青花椒火鍋 但是它的青花椒的味道沒有到那麼重 這個吃起來感覺很不像是好事多買的 這個很像是在開箱某一個牛肉麵店 然後它出了新口味 對 新口味之類的 它調整一下是完全可以去牛肉麵接耶 它可以去比試還蠻好吃的 而且過去蠻少人出青花椒口味的牛肉麵 出乎意料蠻搭的 以往啊 大家吃牛肉麵不都是青燉紅燒跟麻辣居多嗎 但我覺得青花椒可以崛起到變成前四大 第四大的那個口味 真的蠻好吃的 感覺真的是請主廚來調整它的口味做出來的耶 這好扯可以常駐嘛 但我現在已經嘴唇開始有點麻了 可是是會忍不住想吃下一口的那種感覺 那就來評分囉 我會給這個青花椒牛肉麵 9.5分 真的非常好吃 喜歡青花椒的調味 然後又很愛吃牛肉麵的人 我覺得你一定要試試看這個組合 但是我覺得它還是有一點點辣度的 所以你如果完全不吃辣的話 這個可能也是需要挑戰的一個程度 因為我吃一吃現在也已經開始冒汗了 可是我覺得它真的很好吃 然後裡面又有肉又有青菜 完全是可以買回來當成正餐吃 也會很飽足 下一個要來開箱的是 鮭魚食手鍋 一大箱呢是675元 它裡面有兩包烏龍麵 兩包鮭魚包 兩包配料包 四包高湯包 這是我們煮一半的份量 然後它的料蠻多的 有鮭魚 竹輪 豆豆腐 南瓜 還有菇跟白菜 最底下呢 還有放烏龍麵 他說它是鍋嘛 我們其實還有剩醬的湯 也就是說加醬的湯下去的話 它要煮成一個火鍋是沒問題的 這個味道如果煮那種鮭魚粥感 很適合 很香耶 你看我這一碗裡面有兩塊鮭魚 然後其中一塊這麼大塊 超大塊 鮭也還不錯耶 它切的很大塊很厚 所以那個口感是很滿足的 配一口湯 喔 這湯的味道 非常日式 還原度很高耶 味噌的香氣是融合的剛剛好 它的湯很厲害耶 嘖 它加的味噌的量也是剛剛好 再加上因為有放蔬菜進去 所以你會有一點點蔬果的甜味在裡面 就是吃起來不是那種很鹹的味噌湯口 它吃久了會有這種魔性耶 會有接口 竹輪啊 動豆腐吧 都很好吃耶 竹輪有Q喔 彈牙的口感 喔 動豆腐也好吃 尤其動豆腐因為它吸飽了湯汁 所以那個咬下去 它湯底的那個鹹香味 喔 馬上就是在你嘴巴裡面溢出來 然後裡面還有放很大塊的南瓜耶 南瓜煮起來很甜耶 通常做成鍋物的 我都會很擔心它的湯底會很鹹 但是其實我覺得它還好 反而是偏清爽的調味喔 鹹度大概落在4、5分而已 這個是適合全家大小吃的一個鍋物耶 烏龍麵也還OK 雖然說沒有到非常Q彈 但我覺得至少煮在裡面 它沒有軟爛的感覺 這個我覺得自己可以在家裡 可能準備一些肉片 再多一些蔬菜的話 煮成鍋物自己在家裡算很不錯耶 好的 那個來評分了 我也給這個鮭魚食手鍋 8.5分 我很喜歡它的湯頭耶 我覺得還原度非常高 而且很清爽的火鍋湯頭 還滿少見的 這個也很適合接下來秋冬的時候 可以自己在家裡煮來吃 下一個要來開場的是 菠蘿奶酥布里歐 一袋是219元 包裡面總共有兩條 然後每一條都長這樣 上面蓋成一層厚厚的菠蘿奶酥 切了一片來試試看 裡面有葡萄乾、奶酥 剛切的時候發現它上面的這個菠蘿啊 超容易菠蘿的 它很難漂亮的切下來 上層的菠蘿皮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再脆一點 再厚一點的 而且我覺得它厚到也有點像在吃 高餅的外層 跟一般的那種菠蘿麵包上層的那個菠蘿皮的感覺 又不太一樣 它比較脆 來吃吃看裡面 味道是很懷念的小時候奶酥麵包的感覺 但是就是因為它比較濕 所以吃起來有那麼一點點怪怪的感覺 它不理要麵包沒有問題 我覺得它口感還不錯 蠻鬆軟的 但我覺得如果它比例有調整好的話 奶酥不要這麼濕 其實這整體搭配起來我是覺得還不錯 奶酥其實吃起來也不會很甜膩 真的就是可惜在它口感變濕 那接下來評分了 我會給這個菠蘿奶酥布里歐 6.5分 味道還不錯 但是口感的部分有點小破分 下一個要來開箱的是焦糖硬式布丁 一盒是299元 它真的超級大份 而且因為我剛剛拿起來的時候 我稍微搖晃了一下 就發現它底下有超級多焦糖醬 它感覺上層跟中間會有不一樣的口感欸 底層呢感覺沾滿了它的焦糖醬 而且阿翔切的好漂亮喔 這個感覺是可以在咖啡廳賣 然後就這樣切一小塊 嗯? 欸? 它跟我想像中的口感不太一樣欸 但有一派的布丁口感的確是這樣 它是硬的欸 它也沒有到硬 我覺得它是 比較綿密比較濕的那一種 它有點像起司蛋糕欸 濕濕的起司蛋糕的質地 但我發現它的焦糖醬是比較大人味的 它有甜但是它是屬於那種苦甜苦甜 苦比甜再多一點的 但這個我覺得是蠻耐吃的 整體的甜度呢落在大概3、4分左右而已 如果你本身不喜歡吃太甜膩的甜點的話 這個也許蠻適合你 只是它跟你想像中的那種布丁口感的確不太一樣 真的很綿密的口感 我很難得會在形容布丁的時候說綿密欸 好的那就來評分了 我會給這個焦糖硬式布丁 5分 這個可能有些人吃到會覺得有點嚇一跳 因為跟以往想像的布丁口感比較不一樣 下一個要來開箱的是炸蝦蔬菜捲餅 一個是406元 裡面有很多片薄餅 然後有10隻炸蝦還有生菜跟美乃滋 那這個呢它不是馬上就可以吃喔 它上面有特別寫說 炸蝦要用氣炸鍋190度炸4分鐘 薄餅的話可以用烤箱烘烤過 都加熱完之後再用這個薄餅包這個炸蝦 然後包這些生菜再沾醬 那我們就去加熱來試試看吧 做了兩條捲餅來試試看 哇這個捲的很漂亮欸 我覺得是好吃的 只是它的那個薄餅感覺起來是比較偏扎實口感的 所以第一口咬下去的時候 不然覺得我的那個面額關節有稍微動一下 但除此之外我覺得都很好吃欸 炸蝦也好好吃喔 而且我很喜歡它這個醬 它有一個蒜頭的醬辣醬但很微啊 然後因為炸蝦拿去氣炸鍋之後 它的表層會有那個酥脆的感覺 跟你一般吃到的炸蝦口感又再更接近一些 你一口咬下去那個薄餅的口感 然後再加上炸蝦脆脆的 還有它的生菜清爽的感覺 整體搭配起來很不錯啊 美乃滋呢有稍微帶有一點點辣味 吃起來會有一種爽感 好的 那就來評分了 我也給這個炸蝦蔬菜捲餅 八分 如果你愛吃炸蝦的人 我覺得這一個炸蝦呢 你自己帶回家稍微再氣炸一下 那個口感真的很不錯 下一個要來開箱的是 冷凍韓式豆皮蔬食飯捲 一大包呢是649元 每一條都這麼長 超爽喔 那我們就去加熱來吃吃看吧 總共切成了9塊 然後其實它每一塊感覺餡料都蠻多的 我覺得這個飯捲唯一可惜的地方是 它微波丸 米粒變得很酷 很像是包粥進去的感覺 它上層跟下層口感不太一樣 下面很濕 會有點小可惜 畢竟現在超商的飯捲 都已經做得很厲害了 那我就會覺得好像在超商買就可以了 有比較之下這個就偏普通 然後它的調味是比較清淡的 鹹度大概落在3分左右而已 我覺得它菜很多啦 有點就這個 它菜比飯很多欸 好的 等一下評分了 我要給這個冷凍豆皮蔬食飯捲 自分 這個我偏還好欸 因為過去吃過很多好吃的飯捲 我對飯捲的要求稍微再高一些些 這個偏普通一點 下一個要來開箱的是 炸切打甘落球 一盒是469元 它裡面有這樣子兩袋 那我們就氣炸一些來吃吃看吧 隨便擺盤一下 就覺得它堆成一個小山好可愛喔 你看它氣炸完之後 有些甘酪起司已經溢出來了耶 WOW 喔 它裡面是濃起司的感覺欸 它那個起司的濃度有點像在吃 多利多汁起司口味的那種濃度 而且它感覺是厚的耶 阿翔拉絲了欸 好厲害喔 它是可以拉絲欸 你的很厲害 你的很厚欸 阿翔剛剛拉出的牽絲這麼長 你有吃過一個東西叫做 麻沙瑞拉起司條嗎 有 我覺得這個很像那個 然後做成圓 有點像 雖然我覺得它的其實很多 很療癒但是 它真的蠻鹹的齁 大概吃三個就覺得 這個月好像差不多了 它真的很重口味耶 鹹度大概有到9分到9.5分 是真的很鹹到你必須配水的程度喔 但是我覺得它的起司口感很好 它是屬於那種厚Q有點接近口香糖Q度的那種感覺 然後再來是它外層的脆筆 氣炸完之後 也是屬於那種厚脆的類型 所以咬起來會很有口感 所以咬起來會很有口感 外層的口感很像是那個炸得很好的薯球 會有的那個口感 這個我覺得很好 只是就是太鹹了 如果它沒有這麼重口味的話 我覺得這一個會有很多人吃過之後想回購 好的 那就來評分了 我要給這個炸切打甘諾球 5分 口味真的偏重 所以我覺得大家要買的話 可以考慮一下 下一個要來開下的是帕幣小蛋糕 一袋是339元 裡面總共分成這樣子的三袋 每一袋呢 都有15個小蛋糕 換算下來的話 一個大概是7.5元 真的是派對小蛋糕欸 它就這樣子15個裝成一盤 它就是這樣小小一個 老朋友 老朋友啊 你沒吃出來 好熟悉喔 你以為一陣子很瘋夾好啊 結果有時候去一定會夾 為什麼 蛋黃派 哦 對耶 差別差在它沒有蛋黃派中間的那個餡 口感什麼呢 基本上90%這樣 你會覺得你下一口就要吃到餡了 但不得不說它的濕潤度做的蠻好的 是完全不乾的小蛋糕 蠻好吃的 有一點點甜 但我覺得這種小蛋糕本來又做的稍微甜一些 所以還好 甜度大概落在8分到8.5分之間 因為畢竟派對的小蛋糕 然後大家都是吃個一兩個兩三個 也不會到很大量 我覺得這樣子吃下來感覺還OK 啊然後它每一個又做這樣的小小份量 感覺不錯耶 好的那就來評分囉 我會給這個PARTY小蛋糕 7點5分 整體吃下來我覺得還不錯耶 其實是一個很可愛 然後又還蠻好吃的小蛋糕 下一個要來開箱的是巧克力椰子捲 一包是249元 它有一個SASIA野奶的味道 其實它每一條沒有想像中那麼差 大概是這樣 嗯?它就是捲心酥啊 後半段它沒有裹巧克力那邊 會吃得到一點點椰子的清香 但是就是很淡 完全不濃的那種 我覺得它的主體就還是巧克力 然後還有那個捲心酥的脆感 椰子味道只是很尾端很尾端 巧克力大概佔了8到9成的味道 然後那個椰子味道佔了其中一層 有點像是提香的感覺 不是主角 所以沒有想像中那麼有違和感的原因 也是因為它的味道比例太全熟 椰子還不足以可以判動那個巧克力的味道 這個吃起來呢我覺得不難吃 只是就是覺得如果是這個價格的話 好像可以買很多巧克力捲心酥 好的那個平分了 我會給這個巧克力椰子捲5分 雖然我愛吃巧克力 但我覺得它的搭配好像還好 下一個要來開箱的是小小冰的水果綜合軟糖 皮包是399元 喔 我想起了這個味道 這個味道就是小時候打開乖乖桶的那個味道 好甜的味道 它有5個不同顏色跟這個小小冰的樣子 這個綠色 藍色 橘色 還有紅色跟桃紅色 來到了選色時間 你看我這個速度 以前沒有在搶輸人家的啦 幫我挑綠色 我這個感覺很像可樂的味道 它這個好像是每一包都是綜合口味的水果 然後它的水果裡面呢有 草莓 柳橙 鳳梨 可樂 葡萄柚 萊姆 所以我剛剛吃到的應該是可樂美醋 我是鳳梨 吃到萊姆的 其實味道還不錯 有點太Q 跟我一樣就是已經成為大小孩 然後牙口不太好的人 這個軟糖有點太Q了 我吃一下就好了 好的 那個平凡了 我要給這個水果風味綜合軟糖 6點5分 它是以可愛為主 然後小朋友一定會很喜歡 好的 那麼今天所買回來的好市多新品 都已經開箱試吃完畢啦 所以我今天所吃過的呢 我來分享最讓我覺得好吃的前三名給大家 首先公布今天的第三名就是 炸蝦蔬菜捲餅 它雖然外表看起來好像沒有到很厲害 但是我覺得它的炸蝦氣炸完之後 口感是真的很酥脆 然後它的蝦子又還蠻新鮮的 再加上那個捲餅這樣子包起來 還有再加上裡面的生菜 我覺得它是非常豐富的一個捲餅 而且吃起來的確很好吃 即便你是自己在家裡把它捲起來 我都覺得它很像是從餐廳裡面買的 老闆剛捲給你的那種感覺 真的是好吃 如果愛吃炸蝦的話 我覺得這一款你可以試試看 再來要公布今天的第二名就是 鮭魚食手鍋 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它的湯 它的火鍋湯真的是很好喝耶 味噌的味道就是比例抓得剛剛好 你在喝的時候會有一種很溫暖很舒服的感覺 調味是真的非常日式 然後再加上它的鮭魚也很好吃 不過大家在吃的時候要小心喔 因為它的那個鮭魚很大塊 然後裡面可能會有一點點刺 就是尤其是小朋友吃 要特別特別的小心 再來要公布今天的第一名就是 青花椒牛肉麵 這一款呢我覺得應該算是 近一兩年來在好市多吃過最好吃的東西了 你會覺得它很像是很厲害的 星級餐廳會端出來的東西 調味啊它的口感 整個一口湯喝下去再配一口麵的感覺 你就會覺得只有幸福 你會沉浸在那一款牛肉麵當中 我們剛剛在拍完介紹之後 我們一咬掉 然後兩個人一直狂吃猛吃 真的很好吃 以往我其實沒有特別喜歡青花椒的調味 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它這一款青花椒的調味 跟牛肉麵真的是超級大 但是它後勁很強 一旦你停止吃它停止喝它的湯之後 它就開始麻了 我就麻了一陣子 我還一直配水 但是它就是很好吃 不確定它是不是可能期間限定推出一波而已 大家有看到的話我覺得這一款不要錯過 然後麵不要煮太久 可以比它建議時間再少一些些 就是吃起來口感會更Q彈一點 這一款真的是很推薦大家可以試試看 好啊那麼以上就是這次要分享給大家的 好市多新品開箱啦 也歡迎大家下一次呢 想要看我的開箱什麼樣的新品的話 也可以底下留言告訴我喔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下非常留言 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 都要訂閱一下喔 不喜歡那一條戰就三次更新影片 哪個小鈴鐺就不漏掉 有什麼東西啦 那如果小鈴鐺的更多動態呢 也歡迎訂閱按讚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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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我們國小國中畢業 就真的覺得 啊好像這輩子也見不到這裡 沒有啊他們就用IGFB 都沒差啊 中午還是一起出去啊 以前國高中畢業 就是大家一直在唱朋友的時候 然後就喔 就會覺得說欸有些同學他回高雄回台南啊 或是有些人去國外什麼 然後就喔很難過很難過 現在真的 沒差好不好 就是完全是可以 還在社群上面活絡欸 對啊根本不用不用哭